你現在在看的是01010的頻道 我是神台Ella 現在沒有片頭的 Hello 對了 忘記做到哪裏 時難 歡迎各位網友 有一個星期的零一隻火星 跟大家打招呼 Jovena Hello CK Hello Joey Jessie Hello Joey不知道有沒有上班 沒有啊 她臨時LIFE 是嗎 平時沒有的 好 今集一開始 兩個主題而已 很簡單 很簡單 九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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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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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哪間呢 就是萬谷王宮酒店 究竟發生甚麼意外呢 也是那間油車爆炸 上次不是說了嗎? 是的 其實那宗爆炸事件是歌及了兩間酒店 上次那間是其中一間 其實現在這間Palace Hotel是最近的 最近的油車出現地點 真是很不幸 黃宮喔 黃宮喔 裡面好像看起來挺漂亮的 再說一次 照片是信不過的 P圖 現在別人的照片都不同 沒錯 那些不是的 我不是說你們 我是說酒店 這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爆炸了 波及了兩間酒店 這間是其中一間 到最後呢 在附近的戲院 百貨公司 嗯 流傳也是會罵鬼的事件 最後呢 雙俗結業 喔 傳聞酒店內也經常有鬼的蹤影 是 我懷疑是被火燒死的性工作者 嗯 所以呢 酒店的大堂呢 就擺了一個很大的觀音 嗯 觀音障礙的鎮邪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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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間酒店就是Banggok的 也挺出名的 這間很出名 好 那再說第二間 Ebis Ebis的Banggok Hotel的 沙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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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吞就是我們上次去那裡 沙吞大樓 對 沙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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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Ebis 就全球了 香港都有 在石塘咀 石塘咀 西環 石塘咀 電車路轉彎出去 信德那裡 已經有一間叫Ebis 這間就是國際的平價連鎖酒店 嗯 即是你等於大陸的七天 哈哈 那應該異名一點 好了 講講這間Ebis 有什麼傳聞呢 有住客 住在四樓 是 半夜三間醒來 發現背部有點涼意 哈哈 張開眼睛 竟然 就是女鬼跟你睡 嘩 其實這些會不會是跟人的 哈哈 我不懂 你知道泰國 如果一群馬人去就 炮兵了 如果他這樣講應該都是單獨住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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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獨住 不是 要不然那些女鬼會躺在你旁邊 對 但是 你說 酒店的東西 都是俗語這樣說的 就是 那個流失率是高的 就是我今天住完走 明天過幾天就走 不是 每天都有人住 是啊 是啊 就是 吸引到一些陰氣 就是你除非旺 旺的時段 嗯 沒錯 旺季的時段 是啊 旺季的時間 如果不然都是 什麼來的 阿祖儀就說下次可以約他去靈探 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 不要哄我 真的會找你的靈探 哈哈 沒問題的 OK 好 繼續 好 那繼續講講 這間 你先講講 A1Bangkok Hotel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0101都知道的 去年呢 我們就是住這間了 哈哈哈哈 沒錯 我們去年就特地來 我們就 聲問網友 是 我們選了幾間的 選了幾間萬桂酒店 一間就是這間 是 另外一間呢 我記得就是大火那間 那間 他就選了這間 網友推介 就告訴我們 這間好一點 哈哈 看照片 看片 這間更厲害 好 這間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這間酒店就是位於Bangkok的 Bangkok醫院 沒錯 其實我們那間房也看到了 對著醫院 對著醫院 真的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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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呢 聽到 叫人來 送來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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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門一敲 送一條女兒來 敲門 是 怎麼知道呢 只見到雙腳 那達到風筒是不是就這樣 沒有風筒 沒有風筒 只有雙腳 嚇到她 雞飛狗走 立刻關門 立刻關門 怕不怕 其實 如果看風筒差不多 我們住的房間差不多 你就撇除了下面 她下面是玻璃 她分兩格 很明顯下面的玻璃 撇上去 我們四個都是窗 對 下面是石 是蝠牆 是蝠牆 位置一樣 好像是 位置一樣 位置一樣 那他們就 那個窗就是燙窗 燙窗底 有一個禪棚 沒錯 我們可以塞煙頭 直接可以放了煙灰乾 哈哈 放了東西就做煙灰乾 放在外面 沒錯 Andy就坐在 類似那張椅子 不過放直一點就走 沒錯 沒錯 那看到衣架呢 就是 就是 翻一下 就是 翻一下 我們沒有鬼就見不到 是 但是就是 很多古靈驚怪事 騎騎騎騎騎 床頭櫃又動 收音機又不插機又開啟 大家聽上個禮拜就知道了 我們一跳就跳去巴提亞 這間酒店我記得我曾經住過 多久之前? 啟德基祥市年代 98年之前 在85年左右 80年左右 那時亞洲的股票還未下跌 八幾年下跌的就是大時代的那一步 對 差不多 我們有時候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搭不到那班飛機 我忘記了7點就是9點 本來就是那段時間 12點鐘就能夠到的 怎樣不知去到六七點 去到八幾下 六七點 晚上隨便找一間進去住 但其實以前是不流行復訂的 因為有很多酒店 那時候哪有 其實以前去旅行 做得很濃重的 即是啟德基祥年代 即是我們早的年代的時候 出門 搭飛機是一種大事 知不知 但什麼都不預約的? 沒有預約的 不會預約的 是買機票 酒店就不會預約的 沒有預約 到時候walk in 看哪間近 那時候也不兇互聯網 除非是去旅行社 或是永安那些 那時候也是在旅行社 訂機票 還有銀行中心 原來很多年 銀行中心也有訂的 即是八幾年左右 永隆那座 現在也是 在那裡訂 那裡最多大的旅行社 這麼多年都還在那位 專門訂機票 總之你見到人坐升降機 那些就是預約機票 那時候就在門市 大多數門市 那你就住了這間 是 環境就厲害了 一晚 第二晚我們住五星級 哈哈哈哈 喂 七八十元一晚 和一千元一晚 哦 差很遠 這間如何呢 八十元 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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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大陸那些 當年的合作社 那些 好過大陸那些 但是 起碼 我這麼長大的兒子 我未見過這些冷氣機 唯獨是第一次見 到現在也是 我未見過的 那些冷氣機 好像暖爐一樣 嗯 向上吹 吹上頂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呢 不知道啊 它是貼牆式的 就這樣貼在牆上 大概是這麼闊 那它的封口呢 就是八葉來的 你可以調長 調短一點 對 很殘舊 很殘舊 就是 有沒有那些吹吹 臭臭 又沒有啊 味道 你去到澳門那些國際 嘩 國際那一晚 害怕 真的害怕 不是害怕鬼啊 不是啊 是害怕蟲 真的整晚都有人在外面 它有木地板 整晚都有人走下去 那哪有這麼多 整晚都有人走下去啊 我們打開門看 沒有人啊 那有鬼啊 那時候還未相信的 還未知害怕 我們那時候 我們過去看賽車 很久了 就是我們最喜歡過去看 每一年的澳門賽車 我都有過去看 年輕人已經過去看了 那 我訂不到酒店 唯有隨便吧 就去吧 隨便吧 我朋友說那裡 就住了一晚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發生 這裡 這裡挺恐怖的 說回這間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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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為什麼去到 你現在看到有燈 這張照片 你看到照片有燈 是 告訴你他認識了 哈哈哈 整間酒店沒有人的 沒有人啊 只有兩個人在這裡 哪一人在這裡 你問住啊 不知道 黑蚊蚊蚊蚊 我告訴你 他就算 你有沒有掙扎 究竟能否去的 沒有啊 你想著隨便 睡一晚 睡一晚 那我 不該走 因為一下車便同 巴提是一個椅圓形 一經過便看到便是影響 即便便 那便可以住 你會看第二幅圖 它是屯盟垮 一個U字形 你這樣看它是一個U字形 綠色字的位置應該是大堂 大堂是一個很矮的 一個門口 你會看到這邊 中加個泳池 你會看到黃色和藍色旗 八條也有泳池 那些應該喜歡住 你早上有沒有人出色入林 不覺得 真的不覺得 沒有人 整間很冷靜 很恐怖 你說有沒有人 我真的不敢告訴你 是有人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說 當時應該是八點多鐘 我們住在二樓 應該是屆一屆 我們應該是三樓 你看到是這麼多層 我們應該住在中間 二樓 它沒有升降樓梯 它樓梯是很黑的 因為晚上 但是有燈 沒有不開 我們全程是灑盲雞 完全是靠月光 如果大家有聽 上星期如果大家有聽 我經歷過百多元那間 我都住了 進去睡了 進去搞了一個多鐘 這間我一分鐘都不進去 沒有什麼 我們兩個人住 去到樓梯 剛剛有個轉角位 大家互相嚇了一夜 大家都害怕 是人來的 是人來的 我們上樓梯就聽不到 男人 兩個男生 我們上樓梯就聽不到他的聲 他下樓梯就聽不到我們 我們沒有 我們上樓梯 沒有聲音 真的沒有聲音 大家嚇了一夜 我可以告訴你 一定有兩個人住 除非他就在樓梯 哈哈哈哈 好 講回這個酒店 原來這間酒店 有結識了一個人妖 是 後來人妖介紹他們 就去這間酒店做事 博事 做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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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賺大錢為名 是 騙了這兩個人 就發生了性行禮 兩位少年自知被騙後 一同在樓梯就打緊他們 哈哈哈哈 然後 不知道錯殺還是什麼 就殺了他們 把這條絲埋在床底 床底 唉 下次這間酒店 一迫去 迫去 巴提亞 我也想再去 因為巴提亞 我覺得很舒服 又不會當失路 而且現在改變了很多 是嗎 靚了 近幾年是靚了很多 嗯 九十年代真的很髒 太難了 我不知道 我後來再去 因為我年輕人之前 我去到巴提亞 我就直接次次玩到巴提亞 因為太容易 太容易 而且不會當失路 是 我搭著那個小小小小 我都可以告訴他 我就算我認不到 我叫他繞一圈 我也會找到那裡 嗯 實在太容易 還有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巴提亞 住一間叫蘭花酒店 那個地區是蘭花 但他未必是蘭花酒店 就是我這樣改 後來回到香港 那些人說這間蘭花酒店很慢 哈哈 又哪間不慢 哈哈 後來找不回了 因為去完一次 特地去到這麼辛苦 找回一些酒店 我都不會住的 對嗎 當然要找一間居住 我們要去五星級 大哥 七十元和一千元 這間真的要住一住 下次我們再去到泰國的話 好 不要住那麼高 不要走 哈哈 不要走那麼高 不要走那麼高 看一下 我再找一下 看看 他那個榮詩是哪間 他挺正的 你直接問他 他都用泰文 哈哈 哈哈 他又沒有說 看回那個房間也好 皮 皮 皮 我喜歡 皮 我喜歡 我喜歡 好 下間 沒有啦 沒有啦 下間 好啦 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這樣就出了20分鐘 那就快點去泰國拍攝 對啦 剛剛說了最後這間 又有一個人妖的性工作者 遇害啦 是 真的很慘 這期都是 各位性工作者 和嫖妓人士 都要小心 記住了 嚴一嚴 哈哈 警察呼籲 什麼大廈 建興 建興大廈 所有的性工作者 真的好 你即是說少少 這一段 還有三分鐘 還有三分鐘 吹下去吧 即是呢 哈哈 其實呢 我和我的朋友 或者同事 都說 其實已經第一波 會不會有召妓群組的 為什麼 這麼久都沒有 還要有 哈哈 無線 無線 萬千聲威 和台興 無線群組 無線組 真的 真的 各位 這些疫情下 你盡量忍忍 哈哈 哈哈 我們性需要怎樣忍 自己 暫時解決吧 好嗎 那麼 預告下一節 休息回來 會有今晚第二個題目 這個題目 其實呢 其實呢 我也想說很久 但是呢 沒有什麼 通勁去說 沒有什麼推動力 是 直至到 大概 今年的事 是 是 我們第一次去都是今年的事 是 沒錯 就是我們去了 其實我們都去了 分別都去過兩次 嗯 就是這個觀音山上面的一間大閘 是 那麼 那麼 開頭第一次去呢 那條片是沒有推出的 嗯 其實我們都想 沒有什麼特別 不出啦 不拍啦 有的 之後呢 就發現到 原來這一間呢 就是一間邪教大閘 那麼 上次有一次 趙早前呢 Garry 就帶了 阿正哥上來那一集 嗯 那麼 我們咪後呢 就給他看了一些照片 噢 這個就是 沒錯 所以 嘩 這個 我也很想說一下 這個 這個教派 那好吧 既然 我們個個都去了 來 不如 找一集就說一下這個 Children of God的邪教 其實真的可以說是邪教 是 全球都認定他是邪教 是 但是呢 我們今晚呢 只會說 The Children of God 這個舊名 新名呢 我會提一次 提一次就算了 OK 因為現在還在這裏 那一次 碧姬說 你們小心會弄個燒烤菌 哈哈哈哈 不知道啊 看看怎樣 好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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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哈 所以這次呢 就會說這個 The Children of God 說 很棒的 還有呢 大家 大家可以 記得留意 現在有空 就上網 搜尋 和我們一起聊 沒錯 還有呢 要PG家長指引 今晚 看直播 有三仔 看錄影的朋友 如果你未夠18歲的 請家長陪同 收項 或者收聽 因為他那些東西都幾 三級 是的 休息幾分鐘 回來正式說這個 The Children of God 好 好